这一章开始呢我们将讲解一些跟后端和接入层相关的知识 比如说这一章我们将要讲解密码安全 主要是考虑到咱们的后端的同学经常会碰到一些安全的问题 比如说密码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旦提到安全很有可能你就会想到用户的密码会不会泄露 所以密码呢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 不管你在哪一个安全问题中都会把密码作为一个重点考虑 所以我们这里专门拿一章出来去讲解这个密码安全 那我们前端同学如果在接触Nodejs之后呢 也有可能去接触接入层的开发 那么在这个接入层中有一部分用户权限的管理 就是密码的管理也是给到前端的同学去做 在一些密码的加固方案中 也会涉及到前后端同学需要合作去完成 所以呢这是一个前后端都需要了解的知识 密码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与之延伸的还有非常多的主题 比如说密码学 但是密码学跟我们这里所说的密码呢 有一些区分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讲解我们这里研究的密码到底是指什么 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具体会涉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一个是密码的作用 就是说为什么需要有密码这样一个东西 第二个呢是密码的存储 就是用户在建立账号之后 它的密码到底应该怎么样存才算是安全的 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不安全 不同的存储方式有一些什么样本质的区别 接下来呢是密码的传输安全 密码因为涉及到用户在登录的时候 从前端传到后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安全呢 是否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处理呢 这个是我们将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会看一下密码的一些替代方案 因为密码的出现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了 密码并不安全 这个也基本上是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 那么密码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可能的替代的方案呢 这节我们会详细的去看一些可能替代密码的方案 最后我们会看一下现在使用很广泛的一个叫做 生物特征密码 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如果换一个词 指纹解锁 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这里生物特征呢 不光只是指纹 可能还有像唇纹 像红膜 像人脸识别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生物特征密码 这些生物特征密码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专门去探讨 这一章我们将会涉及到密码相关的这些知识 首先我们看一下密码的作用 密码的作用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证明你是你 也就是我需要你提供密码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让你证明一下你是谁 你得告诉我 你确定就是你自己才可以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 它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计算机跟人 对人的识别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到我这里拿一个东西 我怎么知道你是你 我看一眼你 我就知道是你了 那么计算机它其实并不具备这样一个可靠的能力 但现在有一些人脸识别的方案可以用 这个我们后面会单独探讨 在不考虑这样的方案的情况下 那么我就需要你提供一个凭据 证明你就是你 这个就是密码的作用 它具体的原理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在建立用户身份的时候 比如说注册的时候 就会让用户留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的形式呢 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但常见的我们就是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你的银行密码 它可能是一个数字对吧 但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字符串 或者是你的QQ密码 你的微信的密码 这些都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就是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只有用户知道的这样一个信息 是可以作为密码的 在你用户再次登录的时候 这个密码就会被拿来做比对 跟用户之前留的密码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你就证明了 你就是你 因为这个信息别人没有 如果不一致 那你就是可能在冒充 这个地方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密码一定要是私密的 就是只有用户有的东西 才可以作为密码 那么我们后面将会提到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你信用卡没有密码 你去做签名 这个签名实际上也是一个密码 因为它包含了一些别人没有的信息 就是你的笔记 更准确一些说是你的行笔的特征 只有你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签名去判断你是不是你 那么这个是密码的作用 注意密码的作用 本质上是做一个比对 也就是我并不需要关注密码本身的含义 你设的是123456还是654321 我并不关注 我只是关注你之前的密码 跟你现在说的密码是否一致 所以最重要的是比对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是关于我们密码的作用的一个钳制知识 在后面我们会运用这个知识呢 去做更多的相关的讲解 感谢观看